你才踏出家門 就因為砲襲聲躲回室內 烏東居民撤離家園過程 膽戰心驚 正著炮火稍稍平息 居民採用時間賽跑 帶寵物撤離 一路上映入眼簾的 還是整片殘破廢墟 烏東各地還是不安全 CNN记者跟随乌军直击南部战线的反攻 这里的乌军掌控主动权 接连朝远处俄军发射炮弹 而隐身地平线大楼附近的俄军 也试图找出乌军位置 我们是第一位军人 来到这一部分 双方一来一往 还得随时留意上空有俄军战级出没 未来安全采访团只好又躲进地下室 空拍镜头直击地孽薄荷 火光四起扩大反攻 乌军再度尝试突破俄军防守线 有七艘乌军船只据船已经成功渡河 另外俄罗斯内部持续不安 首都莫斯科 俄军又极路闯入的两架无人机 在克里米亚半岛也极落11架 TV新闻 宋可不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